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无法真正的代表你自己 事实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的代表我们真正的自己 我们都是存在于决策当中不是吗 我们为人上下级 我们为人同事 为人合作伙伴 对吧 为人友商也好 竞争对手也好 总之我们有无数个角色 往往我们都是被定位成在角色里面 所谓高情商 如果你愿意去修炼 一定记住 修炼一个在这个角色里 最适合的形象 最适合的言行举止 就可以了 从握手里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 商务场合不分男女 所以在商务场合 男女的握手不分的 要分在哪里分呢 社交场合有男女之分 男士为绅士 女士为淑女 着礼服的时候 请你不要行握手礼 行的是文手礼 商务场合的握手 拇指打开 四指并拢 把虎口尽可能的开放 最具有热情度的握手 一定是去尽可能卡对方的虎口 卡住虎口再关门 身体前倾 如果你是位背着身体前倾 面带微笑 用上拇指 卡对方虎口 哎 你好 这个前倾 一定不要45度90度 没必要 太过背对 千功就渴 45度 眼睛平视出去 一般如果平级 大家都要身体前倾一点 握住甩三下 把你要说的话说完 比如说欢迎 就是欢迎光临 三下 对吗 或者说好久不见 三下 很高兴认识你 三下 无论你千万不要 啰里巴塑说一堆啊 拜托 握着人家的手 超过五秒钟 对方就会有厌烦感 这个印象就从好印象 转变坏印象 所以尽可能的把手放开 再说话 握住之后 还有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体现热情呢 这个力道很重要 尽可能在两公斤左右 这个两公斤怎么拿捏呢 很简单 特别重 包括两个男人之间握手也一样 使劲 对方感觉到不舒服了 力道超过两公斤 然后没有任何力度 手软绵绵的低于两公斤 基本上就在 他有感觉 但是又不是特别不舒服的状况下 传递一种力度 这个两公斤 仅仅是个广义词 你自己去感受这个力度 你自己发出这种力度 就可以了 这三到五秒钟传递的是什么呢 传递的是经济效益 他喜欢你 他就愿意跟你做生意 他不喜欢你 他就会对你有戒备 可能就不愿意跟你继续交往 他愿不愿意跟你做生意 决定你这辈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处在什么样的境遇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握手是人与人之间 我跟你之间 企业团体之间 国家之间交往 最富于内涵的动作 最初怎么来的呢 原始人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都是拿着棍棒长矛 自我保护 都是要打猎物 然后如果一群人 看到另外一群人 不想打仗 首领首先会把手上的棍棒长矛扔掉 或者让后面拿着 然后把右手摊开 代表说我的手是空的 这是握手里最初的起源 意思就是我没有武器 我不想打仗 把手心让他看到没有东西 慢慢的演变成了交往里 握手往往表示友好 是一种交流 可以沟通原本隔阂的感情 可以加深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可以表示一方的尊敬 敬仰 卡住户口 而是什么 而是希拉里的身体正直 变带微笑用上了手 但是他没有行任何的鞠躬礼 这叫做政客式握手 就是当官的应该学一学这样的握手 我官位很高 并不代表我傲慢 我需要跟我的下属 跟我的合作商去行握手礼 我不需要驱躬 身体正直 但是手力道足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握手判断性格 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如果这个人看到你之后 特别热情冲上来 跟你主动伸手 面带着微笑 你好你好 跟你主动伸手 而且身体呈前倾状 你大体上觉得这个人什么性格 热情 开朗 对吗 外向友善 大部分是这样的定位 对吗 最起码可以定位 这位先生或者女士 情商很高 自我行为管理的意识很强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 容易加分 这是第一个 主动伸手 善用体态与感染别人 善用体态与 那么第二个 他跟你握手的时候 握住手之后 他习惯性有一个动作 就是手心朝下 压住你的手心 比如说握住之后 这样跟你握 那甩三下这样甩 你好 这样的人 一旦这样跟你握 手心朝下控制着你的手 大体上什么性格 控制欲很强 控制力很强 是比较相对比较强势的 喜欢被夸赞 拜托 如果你遇到类似这样的人 放手之前 或者握着手的时候 请说几句 或者说一句 赞美的话 哪怕说他身上的什么 雾点 哎呦这眼镜 真是绝配啊 跟您的脸型 这首饰戴得真漂亮 这衬衫跟这领带太配了 就是这些细节 夸赞一下 这个人就会非常开心 那你就有一个特别棒的 一个开始了 第三个就是 力度很大 握着你的手 长时间不放 或者力道很大 你会很疼 这类人 要不然就是看上你了 想跟你肌肤接触 大部分人 这类人 我们定位的性格就是 鲁莽型性格 好处就是 这个人比较简单 没那么多弯弯绕 更多就是比较直接 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性格 直率 鲁莽 有点热情过度 那 如果 伸出这样的手给你 面部表情 没有任何微笑 目光游离不定 这类人 自卑或者冷漠 我们把这类人叫做 没有二次服务型的人 如果他要做你的生意 你要小心一点 没有二次服务的意思 意思就是 其实他不适合做销售 对你很热情 前面就是装的 事实上 他本我是一个比较冷漠的 消极型的人 这就是文手里 请你区别于握手里 这是严格区别的 场合不一样 行为也不一样 女士穿礼服 男士着礼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 行的是文手里 社交场合 首先女士不要主动伸手 说吻吧 我想让你吻我的手 女士是不可以主动的 男士作为绅士 这个时候 想跟女士打招呼 手要抬起来 女士 当看到男士 手抬起来 其实就是抬起来 就跟握手一样 要抬起来 这时候女士 做一个动作 对 抬手 够不够得到 你不用管 你千万别说 够不到 我到前面去 不用 抬手 够到够不到 那是男士的事 那是绅士的事 他够不到 他可以往前走两步 或者往后退两步 然后找到自己的 一个合理的距离 你千万不能太近了 一探 探到胸部了 那是很不礼貌的 对吗 或者太远 你也够不到女士的手 所以你看 女士的手背 不需要那么直 说稳吧 不用 也不好看 轻轻的 有点弯度 手背给过去 然后面带 然后面带 微笑 这个手轻轻的搭在你的胃腹部之间 面带 微笑 这个时候 男士 行 稳手里 请各位女士提醒一下 不要给这位先生制造难题 说 稳吧 或者 稳吧 一定是胸口出去的位置 基本上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你看 与胸口平行 伸出去 那这个时候 男士 男士的腿部动作 就是一前一后 身体重心在前腿 好 然后手 轻轻的握住女士的四肢 这个时候 四肢才会有作用 轻轻的握住女士的四肢 身体下看 看到我这个标题了吗 吻手里 是吻 还是吻 吻手里 等同于吻手里 千万要记住 不要让你的湿湿的小猪嘴 真正的亲到女士手背上 只有你的鼻尖 可以接触她的手背 嘴和手背形成两厘米状 距离 轻轻下探 在快到女士手背的时候 对 亲吻 发出亲吻的声音 这个动作是错误的 这叫啃猪爪 这个动作不可取 这是标准的动作 鼻尖下探 闻她的手 所以女士 你的手的味道一定要好 这是我们说的 吻手里 多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